館長陳之翰在台中的健身房 外面一台小貨車停在路邊 沒多久轉彎衝上七階的階梯 撞進旗艦店 當下大門被撞飛 如果再往前開 可能就會撞到人 今天剛好沒人站在那 這是老天保佑 今天如果有人剛好離開餐館 你想想看如果有人走過去撞 那個門是飛出去 這片門它從這邊飛到那個牆壁 如果有個人站在前面 那個衝擊力人會不會死 館長12號直播跟網友們一起討論 健身房被衝撞 嫌犯開車載朋友 撞進去後停好車 兩個人沒有馬上落跑 反而是喝飲料四處亂晃 你有不看過撞人下車來喝飲料的 然後一副好像參觀 他在夜市買雞排嗎 撞了然後下來就先拿罐飲料口渴 然後四處走這樣 一拍輕鬆 照理說做壞事不是會跑 他沒有 他現在好像要參觀場館這樣 回憶行徑讓館長覺得莫名其妙 等到警方到場 一查發現男駕駛31歲 零性男子 過去竟然還有來應徵健身房教練 沒錄取到 然後就心懷這個心聲不滿 館長在直播中證實 零性駕駛5月28號有來面試 當下主管覺得不對勁 沒有錄取 兩個禮拜後 他開車尋仇 我們沒有要暫停營業 我們覺得我們就堅強 人家越對付我們 我們就要越堅強 台中警方火爆趕到健身房 第一時間確定沒有人受傷 將嫌犯依迴損恐嚇 殺人未遂等罪嫌 移送台中地檢署 檢方向法院申請積壓後 法官認為嫌犯選在人潮 尖峰時刻衝撞健身房 署中罪 裁定積壓 TVBS新聞黃國軍許又翔 台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